陕西南部秦巴山区 一农户养了几百只蓝孔雀 一只七至十斤的孔雀能卖上千元 一个孔雀蛋能卖三四十元 养孔雀和养鸡一样 但比养鸡挣钱 孔雀和鸡一样都爱吃玉米 墙上挂的玉米是用来喂孔雀的 孔雀分为两种 一种叫绿孔雀 另一种叫蓝孔雀 其中绿孔雀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不可食用 而蓝孔雀则可以人工饲养 是可以食用的 这里饲养的是允许食用的蓝孔雀 孔雀是白鸟之王高贵吉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它已成为特勤养殖的新品种 成了人们的盘中餐 孔雀一般养殖八至十个月左右 体重就可以达到七至十斤左右 在当地小镇的小餐馆能吃到孔雀肉 这个季节板栗下来了 用新鲜板栗烧孔雀肉味道很香 很鲜美 这样一盘板栗烧孔雀肉要价300来元 孔雀肉蛋白质含量为28% 脂肪为1% 富含十几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野味真品 每年3月初到8月上旬为孔雀产蛋期 一只此孔雀年产蛋20至35个 蛋重100至125克 相当于两个鸡蛋的重量 煮熟后的孔雀蛋 孔雀蛋蛋黄大 吃起来口感很棒 孔雀蛋富含锡 一个孔雀蛋的含锡量相当于700个鸡蛋的含锡量 锡被国内外医药界和营养学界尊称为生命的果种 享有长寿元素抗癌之王 心脏守护神 天然解毒剂等美誉